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破了 实际上 粉丝电影票房出现高开低走的态势并不意外 但是 爱情供与在首日票房超过三亿的情况下 第二日票房只有1.28亿 跌幅超过50% 第三日票房继续断廊式下跌 只剩5917万 成为首部首日票房过亿但是此后接连两日跌幅超过50%的影片 这也使得爱情供与首周末仅仅收获4.9亿元票房 不少数据预测方对其总票房预测也从最早的十亿加下滑 至如今的不足六亿 爱情供与上映三天的票房变化在独谋 I.D.Y.O.U.H.A.O.X.I.F.I.L.M. 看来 影片上映还未结束 现在还不到复盘爱情供与的时候 但是影片遭受的费力之多 却没赖得及及时处理 导致批评 爱情供与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一级豆瓣平分为不理性之低 并且进一步带来票房跌幅之大 值得电影人第一时间进行讨论与反思 票房变化与数据预测 预测师这里是常态受到影片预售火爆 及手续票房爆发影响 曾有多家媒体和数据平台预测 爱情供与票房可达20亿 可没想到就在影片上映后的第二 前作在五年前就收获 2.54亿票房的金蝉脱销了由于差评不断 今年也只拿到9000万票房 而今的爱情供与 则是在上映第二天就输给了口碑 但是在几年前 整个行业的生态是完全不是如此 2013年暑期当 被调侃为富二代三不举的富春山之徒 不二神探 小时代二 在豆瓣平均分仅有4.1分的情况下 平均票房是在2.8亿以上 宁列当年数期当前茅 而当年总票房也不过200亿出头 尤其是小时代二 在众多恶评下 甚至出现了越慢越火的趋势 上映六天后票房甚至还出现过一次较大的反弹 小时代二剧照观众日渐成熟 口碑作用逐渐凸显 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良性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 能够保证好篇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但是在国内 大家首先想到的不是打造高口碑的影片 而是如何打造影片的评分 实际上 今年以来各平台的影片评分 就出现过多次争议 睡觉买分 对守护黑等者子不断 今年的武力当期 更是出现了多部影片评分 把天内变化超过一分的情况 买高分好评与恶意刷差评 目前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产业链 几乎在每个有竞争对手的重要当期都会出现 这也使得很多影片的开化评分变得让人不敢相信 除此之外 网友还自发组织参与拉拔大战 爱情公寓闪映前 一些粉丝出于对王传军不出演的不满 而故意去给我不是要审打低分 而在爱情公寓上映后 诸多情绪同样以平分的形式爆发了出来 甚至一些烂片的分数也因此被抬高了 尽管爱情公寓在质量级宣发策略上 存在争议和问题 但目前来看很多评价 已经显然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 打大拼领了女性质 甚至陷入到了一种失控的地步 很难过滤情绪传导下的评分 一直以来 豆瓣都被视为是最具有权威性的打分平台 但如今这种大规模情绪性评分却难以被控制 情怀营销是一把商人件 名片号 口碑不低 那便是皆大欢喜 但是爱情公寓却从营销策略开始陷入了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 使其遭遇了滚水球式的负面评价 进而引发了票房上的水崩 无论是其面对负面舆论式操作上的被动 还是电影票房预测的失识以及评分的非理性 都值得电影人反思 DM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天 整个局势就发生了翻前覆地的变化 尽管影片上映后的第二天是周六 但之托普电影智库的数据显示 在爱情公寓排便量有38.2%上涨 是39.9%的情况下 观影人次却从855万下滑至359万 上座率也从51.4%跌至19.4% 上座的DM连带着影片单日票房 也急速坠落至1.28亿元 下滑了58% 从而使得影片单日票房 被排片量 只有27%的一出好戏返超 一出好戏影院的反应比票房总是都更快 有影约经理告诉独谋 周六当天就决定要下条影片的排片 到了周日 爱情公寓单日的全国排片率 已经跌到26.7% 单日上座率仅有14.5% 影片单日票房继续下跌至5917万 跌幅再次突破50% 单日票房又被排片率低 又22.7%的巨齿杀给远远甩到了身后 其实早在首日关于爱情公寓的争议爆发时 独谋就曾分析过 受电影本身特点及目标受众分布影响 本丝电影往往会在上映的第一时间 吸引了大量本丝前去观看 但紧接着便会出现票房增长法力的情况 首周票之后票房出现大幅下滑 一般前三天票房占送票房的比重往往会在50%以上 所以对于在前期营销主打情怀的爱情公寓来说 出现一定幅度的高开低走并不意外 对于粉丝电影来说 可悲略差 恰方滑落速度也就远 快 今年3月上映的漫威电影黑棒 其6.4分为漫威历史最低分 在影片手中仍旧收获了4.523亿元票房 是漫威单人电影在华的第二套成绩 可粉丝红利第一周被消耗殆尽 最终影片仅收获6.62亿票房 是漫威今年在华的最差成绩 但是一般情况下 像黑棒 雷神3等漫威电影 无论口碑多差或者后期如何发力 至少上映后的首个周六 票房都会将首日有所上涨 结涨幅往往都超过20% 而即便是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周妖季二这样口碑极差 争议较多的影片 第二 第三日票房就算接连出现下跌 跌幅也都在30%上下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然而 爱情公寓平稳之低 超出了许多数据人员的预料 猫眼和逃票票都在7分左右 已经是商业片中末流的水平了 豆瓣还花了2.4分 则直追史上最低分影片竹梦演艺圈 在某野看来 评分值低和票房的下滑幅度都已经脱离了理性 由此也导致了票房超出预期的大幅下滑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 爱情公寓也基本上和十一俱乐部无人 和最初票物平台预测相知甚远的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春节当时 拙邀进二预售的火爆让票物平台 给出了40亿家的预测 但无那最终影片口碑铺切 质量更好的鸿海行动后来之上 鸿海行动由于 最初排片与票房都不高 也没有平台出示预测其能超过30亿 五一当时同样预设火爆在后来的我们 也曾被预测将有望突破20亿 但推敲风波和三观争议 也让最终的预测失准 爱情公寓上映前期间 想看人数集突破100万由此刻见 当下对于从数据维度来做的电影票房预测 偏差值仍然可能很大 数据预测需要监测的范围与电话幅度更广 对一些关键因素也需要更敏感 很多是后影院经理或是院线排片经理 还是需要来进行经验判断 宣传策略与危机处理 措施三次解释机会票房超出预期的大幅下滑 源自于开化后的口碑与评分的报复性低分 在某野看来 前期放弃当幕笔基本司的营销策略 其实是出于利益靠量的一种较优选 不存在大的失误 但是三次负面情绪 没来得及及时扑面 导致了后来本次与其他观众一起倒戈 从而使得批评爱情公寓 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只要不批评 就容易被扣上脑残本或者收钱洗地的帽子 从宣发策略来看 在爱情公寓陷入的诸多争议中 挂羊头卖口称的争议 可以说是导致票房出现大幅跌落的导火索 改负面评价扩散后 许多影城都开始调低影片周六的排片 半剧独谋此前对导演及制片方 宣发方的采访 隐瞒到幕元素时期选择的营销策略 爱情公寓画羊头 卖狗肉 采访导演宣发制片方后 独谋告诉你真相 其目的在于避免引发盗墓笔记粉丝的反感 恶化影片应前口背 同时将营销的重点聚焦在爱情公寓十周年上 主打情怀台 但从结果来看 这样的营销策略前期 应该是达到了预期效果的 在负面评价不断涌现 受限于保密措施物量制作也受影响的情况下 上映前爱情公寓在逃票票上的想看人数已经突破百万 比一出好戏和剧齿沙的总和还多 再加上影片首日的预售票房 已早早突破了一亿 很多影院都选择在首日将大量排片资源 倾斜给了这部影片 北方某影城的经理告诉独谋 首日他给到了爱情公寓的排片刷有60% 比当初复仇者联盟3上映首日还高出了15个百分点 从逃票票专页版提供的受众画像来看 影片也吸引到了更多的年轻与女性观众 影片整体的用户结构 以及本和其粉丝构成相重合 是一部在理论意义 上拥有足够市场空间的影片 数据来源 逃票票专阶版影片最终3亿元的首日票房 也完全对得起首日的排片量和相关方的预期 该成绩能够排在内地历史地基的位置 在他之前的都是速度与激情巴这样的热门IP大片 对此上述影城经理也认为 影片在影前的宣传发行做得足够成功 实际上爱情公寓号称有6000万粉丝 即便指有一半粉丝选择走进去电影院 票房可能都是20亿级别 比起营销策略本身 真正让影片票房陷入断崖是下跌的 其实是偏方对于危机处理的不足 这对于中国的营销公司或者发行公司来说 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一些影视公司会有专门的公关部门 但是没听说哪个营销公司或是发行公司有公关部门 因此为了如何应对 处理不可预知 得到规模脱离微信的差评 也是需要总结反思的问题 影片从宣布定当那一刻起 影片就已经开始爆发论战 在情怀营销引发网友积极怀旧之后 网络上就开始爆发针对爱情公寓原作社群抄袭的批评 许多人做粉丝甚至还因此和网友展开过数轮骂战 但是抄袭的指责更像一个 这后十年都发现 原版对剧的抄袭指责 被带入到了电影身上 等于电影被具备了十年前的多 这个事件为影片积攒了第一波的恶评 可向官方并没有就此话题 为电影进行辩解 电影的官方微博也为对此事进行过回应 由此错失了第一次解释机会 影片在上映前夕 又被指控涉嫌侵害商标准及不正当竞争 再度掀起过一波负面评价 虽然此次官方微博等在第一时间就发生问题 就行过澄清和说明 但并未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过多解释 导致相关正面评价 及回应又未能发酵 最终在不少网友心中留下不光抄袭海星权的印象 片方由此错失了第二次 能进一步遏制恶评发酵的机会 影片在上映前夕被指控涉嫌性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 前两轮的负面评价便开始对影片产生不一定的影响 影片上映前曾经出现过一轮退票事件 其中有不少是受负面口碑影响自发退票的观众 一位接近发行方的知情人士告诉独谋 最初的两轮口碑危机其实已经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但由于前期预售 排片情况较为理想 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真正导致影片口碑溃败的 则是第三轮危机 这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危机 人本片方希望给到观众的双IP惊喜 却成了影片最大的黑点 影片上映前 就有网友爆料正所谓爱情公寓大电影 指射另一部影片 为了敲房逃上了爱情公寓的名字 而众多网友在电影上映后 发现这的确是一个在目故事后 选择相信这种说法 并开始大规模扩散爱情公寓 挂羊头卖口肉 就在第三轮危机 带来的负面口碑不断扩散的同时 对于前两轮危机处理不足所买下的伏笔也开始显现 抖半灯平台开分后 大量对于原作涉嫌抄袭 不满的网友开始涌入 原先积累的各种情绪也随之爆发 各平台迅速被指责原作抄袭 挂羊头卖狗的批评声淹没 截至目前 爱情公寓热评前期十条几乎都是差评 其中55%的批评针对的是原作抄袭 30%在骂影片挂羊头卖狗肉 爱情公寓斗 拜热评前幕影片的首映时间是周五下午 片方原本预计等到16点前后 才放出第一批口碑 可搞在下午14点后 就已经有大量差评在网上出现 和原本计划的口碑 维护时间发生了偏离 而针对这些意外 几乎没有后期维护的预案 只能任由口碑发酵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独谋 此时片方在想去做危机公关 没时已晚 批评爱情公寓 已经成为了各平台上的政治正确 有不少网友问了让影片的评分显得更惨一点 甚至会专门去给此前的豆瓣第一烂片 竹猫眼一圈打五星 希望借此让爱情公寓成为豆瓣评分最低的影片 而一些网友看完影片后觉得还不错的声音 就很容易被网友集体围攻 被指责水军 收钱洗地 这种群体情绪被累积和宣泄 以及影片正式内容和前期宣发露出内容的超级 也影响到了相当一部分粉丝 原本爱情公寓的忠实粉丝 还会和网友展开论战 但如今不少人也逐渐对影片失去了信心 部分粉丝甚至与非粉丝一起倒戈 一位年轻的爱情公寓粉丝告诉独谋 上映前一个月我们几个粉丝就约好 来打算一起去电影约当 但就在争议发生的当天下午 我们很有默契的放弃了这一想法 没人才提过去影院看片了 可被网友刷分按照 分数的水分与不理性 在周五下午大面积唱评爆发之前 爱情公寓周六的排天价第一度接近了50% 但从吴丁开始 这一比率便不断下降 最终周六的排片只有39% 面对口碑不佳的影片 影城经理们的调整速度正变得越来越快 而这背后所折舍的 其实是一个真正口碑为亡的时代 又影城管理者向独谋 IDYOUHAOXIFILM表示 今年以来口碑效应在各当期的作用越发明显 并且调整速度也比以往更快 影片评价不好 当天就会体现在上座绿雨排片上 而这种特质在今年暑期的表现的犹为明显 其今为止暑期帮票房表现出彩的影片 吴不在口碑方面同样有着注册的表现 暑期票房排名第一的我不是要神 豆瓣评分8.9 是今年来大规模供应的华语商业片里最高评分 票房达到5亿以上的鞋不压正 一出好戏 动物世界等豆瓣评分也在7以上 在同类影片里都属于不错的成绩 量部高分冷门家座小偷家族和风宇宙 也都取得了1元左右的票房 拿下23亿票房的西红柿首富 虽然不采讨文艺青年们的喜欢 豆瓣评分仅6.7 但在票用平台上却有9分的高分 是众影片中第二高的 相反 耗资7.5亿元 打造的大制作阿修罗 在各平台上的口碑都不理想 豆瓣评分更是只有3分 上映一周后也只取得不到5000万票房 最终匆匆退档 又度晚明星加盟 帮助了 广播副处理 小时 杨思荣 在外面中 广播副极